欢迎您持续锁定十点不一样 先来看国民党的侯康配成型了 不过登记前还是有打电话给柯文哲 侯友宜保持笑容 签完名后换赵少康切 随后面向镜头 两个人手握得牢 只是这双手原本侯友宜已空出来 留给柯文哲 但最后一刻换来的是 宁波的电话没有回应 原定国民党常会是下午才召开 但柯尚武已关门 国民党也跟着关上门 蓝白政治联姻不但没有成 双方没退路 谁都不认输 如同分手怨偶 最后一刻想保有善意 但双方在公开互私后 早已回不去 看到他们三个聚在一起 我心头一喜觉得有机会了 跟侯市长讲 说再打电话给柯文哲 再打电话 他没接电话 还是希望做最后的努力 就是说如果他愿意回心转意 我参不参选根本不重要 我真的就是临危受命 也知道这个选战不好打 但是没关系 这个我一辈子 从来没有做什么是容易的事情 而侯康佩正式成行 只是对手从一人变两人 好康佩 叫做好康佩 都好康啊 让人民有好康 好赶紧跟着你 但是我对你今天讲的话 有一点意见 你说我们要封工 我只负责北北基 不是只啊 主要负责啦 太可气了 可气什么 好啦 好啦 国民党副总统参选人赵梢康 向以往主持的政论节目 来宾告别 这个节目主持那么久 依依不舍了 觉得满可惜的 政美要有奋计了 所以只好忍痛 忍痛请辞这样 暂时告别主持棒 赵少康要当国民党选战机关枪 正好补足侯佩 相对较缺乏的政治议题攻防 本省外省两人互补 我们是分境合集 一定要选赢这个选战 就是分境合集 所以他才讲说他雇中南部 他找我的时候就说 他说南军你负责 北部你负责 中南部我负责 我也跟侯市长讲了 我说我不会是一个没有声音的副总统 以前副总统没声音嘛 对不对 我不会是一个没有声音的副总统 我意见会很多的 赵少康也曝光点头始末 有一部分竟然和周杰伦 有点关系 周杰伦在海外 包括中国大陆办的演唱会 都是我弟弟主办 黑道常常要挟持他们 要不然就要办演唱会了 要不然就拍电影 对台湾的黑道在澳门挟持 还拿枪 他的整个处理的经过 我就知道这个人 有谋略 有步骤 有胆识 这个黑道住在淡水 但是他常常不在 他说那个老黑道 那我设法去跟他爸爸谈判 而赵少康担任副首后 辞了主持 但没辞中广董事长 我节目不主持 我不干涉 中广任何事情 我也请假了 我就可以了 赵少康辞聚政论 节目主持 对此TVBS表示尊重 未来人会以中立客观 公正精神报道新闻 听闻新闻 综合报道 而柯文哲会和吴欣仪搭档 他说人民是心中 最后的底线 最好选择 韩国国营 正式揭晓柯英配 民众党正副总统参选人 柯文哲搭档吴欣 截然不同的style 很互补 选副首的时候 我就在思考说 怎样可以达到最大的 她是在英美留学 然后从事的是什么 社会公益事业 我这种从小在台湾土生组长 45岁的吴欣仪 具财经背景 新光家族的身份 被称为新光公主 在前雅虎大中华 董事总经理 周开林婉拒后 就成为呼声最高人选 24号上午 跟另两位口袋名单 前北市副市长邓家基 总干事黄珊珊 进过内部投票后 由吴欣仪胜出 将携手柯文哲 迈向2024最后一里路 柯文哲一定当要是 台湾的柯文哲 台湾的柯文哲 必须坚定复发 坚守民主专业价值 我从来没有想过 有一天我必须站在 民进党政府的 对地面 身为在野势力的领袖 我有责任挺身而出 要许给大家一个美好台湾 人民就是心中底线 柯英佩的组成 也宣告蓝白和破局 尽管不能结合次要敌人 却也要先认清首要目标 既然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 那就兄弟各自 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我还会秉持一个 互相攻击的原则 真正需要赢的是赢过赖清德 不是不是我跟我有一两个对答 喊话不能合作 起码要一团和气 从2014首都市长缔造奇迹 2018惊险连任 如今逐鹿中原 柯文哲要突围蓝绿 杀出一条血路 继续缔造人生 大惊奇 这一次我们会实现诺言 绝不退缩 TVBS新闻 刘立成 黄俊为 李平SN小组 台北报 昨天蓝白锅的三方会谈 最终没有共事 不欢而散 经过一个晚上的沉淀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 柯文哲在今天出面道歉 他坦言 昨天真的是一场闹剧 不过他还是不满 国民党的态度 认为侯友宜 打从一开始 就是要来踢管的 不过侯友宜也有一肚子的苦水 他说呢 柯文哲是拿不定主意 到底要在哪里见面 最后让前总统马英九 干等了五个多小时 非常没有礼貌 回顾前一天 蓝白锅会不欢而散 柯文哲虽然道歉 仍有不少怨言 所以坦白讲 昨天那个场合是 一开始就是抱着踢管的态度来 我觉得那个也不是一个健康的态度 不管是涉及 或者是我们收入 我们真的非常诚心诚意 昨天让马总统 在那边孤等了五个小时 然后要马总统过去 然后又要马总统过去 我觉得对一个前任的国家英雄 是非常的不礼貌 被柯虹闹剧一场 会有一不满回呛 不管怎样 都不该让马前总统 干等现场 甚至看蓝白锅三方 越讲越火大 我要跟国市长讲 虽然我是同意的 但是把私人之间的简讯拿出来念 通常这个是免罪跟彻衣在做的事 是经过你的同意才练 我同意没有错 对啊你也可以不同意啊 才答应念出来 柯文哲一听完怒气就上来 而在柯虹交锋前 作为主人的郭台铭 先对马英九和周立伦 一阵狂酸 怒气层层堆叠 明报按扁 郭台铭平平常调 订不到房间 事宜要马周两人驱坐收席 就让蓝一怒批 根本故意涉局 好像我们走进了一个 军阅的鸿门宴 所以公开的场合 都能这样 这么的嚣张跋扈了 不再留情面 国民党开思磕锅 强调已经堆叠善意到最后 柯文哲则说 很努力要让蓝白盒成功 谁都不想背上 整合破局这锅 TV新闻中的报道 蓝白盒宣告破局之后 国民党的新北市党部 开了第一枪 表示双边是对战的关系 未来会禁止自家小鸡 找柯文哲去站台 不会有任何模糊的空间 而目前外界就评估 蓝白如果有一方要胜出的话 一定得操作弃保 而以历史的经验来看 在选前两个礼拜 弃保才会发酵 到时候民调在第三位的人 选情将会最危险 蓝白撕破脸 阵线敌我分明 国民党中央明确定调 未来绝对不接受 柯文哲替蓝银小鸡站台 新北的一些选区要邀请国民党的候选人去站台 我们当然还是保持一个善意 可是如果台湾民众党的总统参选人 希望来站台 自己希望来站台 国民党的立委 我们在这边是完全没办法接受 原以为好事多磨 结果蓝白河一波三折 却是无疾而终 国民党基层化悲愤为力量 将全面启动陆战组织 要力压缺乏陆战实力的民众党 民众党不怕气宝的底气 或许来自于年轻票 粗估力挺柯文哲的族群 占整体选民比例大约百分之十 约抹一百五十万人上下 不过国民党两千年大选 被气宝的连战 纵使拿下蓝银史上最少选票 仍有两百九十二万票 基本盘大约百分之二十 就怕选前蓝白民调僵持 气宝变很难发生 现在距离选举大概还有差不多五十天的时间 那么一般气宝效应 大概都是在最后的两个礼拜 也就是民意调查排列的第三名的人 相对来讲比较危险 学者分析气宝效应将在选前发酵 蓝白得想方设法 绝不能在民调数字当老三 总统大选做二忘一才有希望 TVB新闻综合报道 国民党对胜选抱着希望 现在积极调整脚步 号召基本盘回归 党主席朱立伦就说 他跟侯友宜两个人昨天是备受屈辱 都等不到蓝白合作 接下来当然是要义无反顾走自己的路 也正式发布了全党动员令 先把话说明蓝白合之所以破局 不是因为自己跟侯友宜 朱立伦铺梗权威这一句 各位同志 最后关键的时刻已经到 我正式发出全党动员令 大家团结一致 全党支持侯友宜 好 既然各自提名 蓝营8号司令全党团结一新 侯友宜在脸书PO出 党籍县市首长大合照 说先逃得好听 一定会赢 同时部分区排名第一的韩国瑜 也声明这是很棒的组合 会团结一切力量胜选 支持者更直接喊出 侯照配夹韩国瑜等于蓝营 铁三角成型 言下之意 把柯文哲的民调压低 是其首要目的 不过相较于赵少康的 高度自信 县市首长多的是忧心 但即便在野阵营得分庭抗礼 至少不用忍受彼此的貌合生离 红海创办人郭台铭今天正式宣布要退选了 虽然他没有出面受访 不过发布了一份声明 里面就提到成大事者不计悔育 他虽然人退了 但是治不退 呼吁在野阵营一定要赢得选战 完成政党轮替 念出简讯内容 后遗前一天当众揭露 柯文哲想给郭台铭一个退选的理由 现在真的没说错 赶在登记截止三小时前 郭台铭脸书发布退选声明 说如果没有人愿意弯腰 对期待政权伦地的台湾人来说 情何以堪 为了中华民国的未来 选择成全人退 治不退更喊话 在野阵营一定要赢 完成政党轮替 自己的副手搭档赖佩霞 也在脸书学下 今天这个暂停是为了继续与大家并肩同行 但话虽如此 靠拢哪一阵营 脸书下方 柯文哲留言一定赢 郭台铭不仅按了爱心一早 更用行动说明 登记前一刻 24号上午9点10分 柯文哲坐车驶进郭台铭住处 直到9点57分 才离开前往中选会 一共停留47分钟之久 郭台铭你如何回应 90多万帮你连署的这些名义 难道你跟柯文哲一样 把这些支持你的人 都只是当作利用的工具 况解过去 郭台铭在蓝营初选失利后 曾在脸书承诺权力相挺 侯友宜 虽然学者分析 有些一律带厘清但宣布退选的郭台铭短短三小十里 创成大陆新浪热搜榜第一名引发两岸热议 而民众党方面呢 柯文哲是跟吴欣盈组成柯铭配 柯文哲主要是看准了吴欣盈的欧美留学背景 还有财经领域丰富的工作经验 认为可以跟自己作为互补 不过吴欣盈也常常被外界贴上 不食人间烟火的公主标签 她本人说呢 这样的标签是一体两面的 所以不会放在心上 当立法委员的时候 我说一天当三天用 那现在剩五十天而已 我就是最后的时间 最后五十天呢 一天当五天用 要跟柯文哲一起嗡嗡嗡 吴欣盈从立委晋升副总统参选人 不是没有端倪 目前美国跟台湾 进入这所谓的FTA的话 是不可能的 今年四月刚才柯文哲访美 曾在美国求学的吴欣盈 懂得避开敏感议题 从商业交流下手 亮度跟柯文哲赴美都备受倚重 英文流利的她 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代理也会通 哪里也是我第一次 要给你供应 谢谢 直询处女秀身上穿的山窄衣身 跟手上拿的爱妈 是凯莉包意外成为焦点 当时还被质疑 这样为名喉舌没有说服力 但柯文哲却认为是助力 他的生活背景跟我是截然不同 他是在英美留学 然后从事的是什么社会公益事业 跟我这种从小在台湾 土生土长的 两人背景真的不一样 看看吴欣盈从小出生在美国 在美国拿下国际关系 美术史双学士 随后到英国攻读文学硕士 毕业后在伦敦担任投资分析师 2003年回台担任 星光人寿慈善基金会执行长 2009年被民众党提名不分区 直到2021年才递步上阵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 又变成民众党副总统参选人 有声音认为 跟她是星光大公主有关系 其实被人家贴标签 我不是太在意 公主这个抬头当然是两面的 她其实可能光鲜亮丽的一面 5月份接受TVBS刊版人物专访时 吴欣盈说不在意公主这个标签 就像柯文哲说的多元包容 也展现在这一次的总统组合上 TVBS新闻 另外来关心是尾巴冲突 虽然现在是休战的状态 哈马斯也要释放第一批13名的人职 是以色列出动军用直升机到埃及去载人 不过以色列国防部长强调 四天之后还是会继续攻击哈马斯 继续来找寻人职 所以估计这战事可能还要再持续两个多月 而这对加萨的经济来讲 无疑是个最坏的消息 因为过去加萨的失业率 其实将近有五成 唯一的希望就是快速成长的科技业 不过这一场冲突 让很多才刚刚萌芽的新创 直接走进了坟墓 走在北加萨被轰得粉碎的街道 以色列没有停手 开着大型坦克 装甲车铲除每一道墙 像是要把加萨给掀了 以军大车入小巷 哈马斯就躲在不到五公尺的地方 静静埋伏 就算是只能用RPG对战坦克也没在怕 以色列对加萨进攻都快要满两个月 哈马斯还有能力反击 这恐怕比原本预估的还难以瓦解 以色列目前锁定北加萨的 贾巴利亚难民营 西法医院 加提难民营和加萨市区行动 说在一处看似正常的民宅住所里面 却有机关通往地道 以军还用空拍视角指控 在西法医院的卡达大楼旁 就有一座地道景 而以军深入地道发现 这里有如哈马斯的地下总部 厨房 厕所 依应俱全 房间里还是贴好瓷砖的 一点都不简陋 甚至还装了这个 有冷气机 有床架 以军怀疑这里就是卧室 或是休息室 而以色列电视台还直集 就在西法医院旁 还有一群民众 没有离开 小男孩说怕被哈马斯攻击 当作人肉盾牌才没有逃 而一旁的大人们则是 解释说乙军没有伤害平民 乙军指控哈马斯是常年 寄生在西法医院的底下 水电都是搭医院的便车 医院真的不知道哈马斯的存在吗 就是因为心存质疑 以色列传说还抓走了 西法医院的院长 这让加萨卫生部跳出来抗议 他们指控已军把医院撤离的车队拦下好几个小时 最后把院长给带走至今失联 而西法医院的病人们也转院到南部的汉尤尼斯 只不过 加萨民众对于以色列如今说的停火协议是完全没信心 还有许多人是等不到停火 命丧家园 像是这一名加萨网红 战争前他拍美景景点 但是开战之后变成了战争直播 一段段在战火中的记录就像在写生存日记 直到有一天他说 在影片中他不断呼吁世界勿望加萨人民的苦难 但是没有想到他和家人真的不幸在空袭中丧命 只剩下这些影片记录战争的残酷 TVB新闻总和报道 而俄乌战争其实已经持续将近两年的时间了 还是有欧洲国家持续在远处乌克兰 像是德国方面就提供13亿欧元的反坦克飞弹还有榴弹 可是国际社会对这场战争似乎已经感到有点疲乏了 美国媒体就报道 拜登政府是想要继续停乌克兰的 不过共和党是把更多的注意力都放在尾巴冲突上 乌克兰第三突击旅士兵冲下装甲车 立即和敌军爆发激烈强战 乌兵一边往前冲一边猛力开火 从乌克兰士兵头盔上的镜头 可以感受到巴赫姆特两军的激烈战火 而随着延冬即将到来 战场地面又不满厚厚的雪 乌克兰说现在就是追踪俄军动向的最佳时刻 只是雪地也让乌克兰的行动被敌人看得一清而出 为了不让俄军用雪地上的轮胎硬和脚步 来追踪他们的部队动向 乌军加强用无人机来攻打俄军阵地 乌克兰无人机锁定俄军坦克俯冲自撞 敌军的坦克瞬间陷入一团火球 这场打了640天的战争 无人机成为乌克兰的灭敌利器 在战线后方的老百姓 也投入生产制造无人机 这群士兵在首都基辅郊区 是非刚刚到手的无人机 其中就包含平民在家 DIY生产的阳春无人机 乌克兰军方向西洋人透露 现在每个月大概使用3到4万架无人机 但地面士兵却说 他们需要至少10倍以上的数量 才能克服敌军 这对乌克兰情侣就放弃举办婚礼 把钱拿出来帮助乌军生产无人机 还有私营公司 通过网路教大家在家组装无人机 甚至连6岁的小女孩也加入无人机战局 乌克兰从军队到民间都在学习 如何使用无人机抗恶 俄罗斯周四指控 乌军无人机杀死一名俄国官媒记者 才在G20发表视讯演说的 俄罗斯总统普钦 转往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 参加集体安全公约组织CSTO峰会 峰会上五国领袖讨论如何进一步完善 集体安全制度并签署了15份文件 集体安全公约组织和北约有点雷同 根据北约第五条款 一旦有成员国被攻击 其他成员国将合力帮助受攻击国家作战 集体安全公约组织也有类似条款 但不同之处在于遭遇侵犯的CSTO国家 得先向组织请求协助 其他国家才会提供援助 另外俄国独立媒体报道 俄罗斯国会通过2024年预算 将军事开支增加到 政府总开支的三分之一以上 这是俄罗斯第一次出现军事支出 超过社会支出的状况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欢迎订阅